大学是唤起奇迹的地方 是超越功利的胜利 是非常理想的疆域 把自身塑造成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 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 有人们情怀和科学素养 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 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 并成为我们全体交大人的自觉追求 这是一所荣誉的殿堂 也是交大学子的向往 在这里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毛怨正气的学风 四十阳华给予我的不仅是在学习科研 还有文学上面的编织 给予我的更是一种牢牢在心里的感激和精神 感谢交大 感谢四十阳华 在理工科学校学英语的最大好处就是 你能够知道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比如在交大你就能知道很多铁道方面的知识 我在这里学了有七年 也向很多前辈学习了非常多的有益处的东西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飞行 根据市场的需要以及客户的需求 研发相关的飞机 让更多的技术人员来加入我们 使我们更加的强大和更加有核心竞争力 现在我是一名辅导员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捧回一个人的奖杯 我希望以我的角度 为他们能够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 能够像所有的老交大人一样 为交大谱写一页一页更加绚烂的篇章 四十阳华 自强不息 在国内国际上有重大影响性的跨世纪的实际工程里面 那么我们团队的主要成员能够参与进去 并且祈祷了真正的技术的参与和引领作用 解决了它的多项重大的技术的难题 核心竞争力的实现 实际上就是要具有独特的自由的一个原始创新 和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运用科学的方法 独立的思考 应该是形成大学或大团队集体进行攀登和评估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轨道交通的研究中心 目前在英国已经创办了国际轨道交通学报 我们力争把这样一个学报 成为世界轨道交通研究交流的第一品牌 西兰交通大学走到今天 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它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关于学科之间的一个文化和交叉 所以在学校整个的推动 我们的人才培养这样一个模式的过程 我觉得把文和工 工和理就是充分地找到一个集合点 就在我们的徐科和人才培养的整个的这种系统里 融合是一个关键 然后五个指头要一定要在我们的掌上 我们的指合起来就是拳头 就会有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